若为君臣 亦生于金 若为父子 人生于木 若为兄弟 须生于火 若为夫妻 别生于水 这是要走桃花运啊 看来鸟鸟错过这楼瑶 未必没有更好的赢啊 秦文 这后山的路怎么走啊 完了 彻底成桃花煞了 这 气瞎子 你不是说这是班小豪为了认识大家 才举办的游猎戏戏吗 为何也不见你所说的那个班小豪 是啊 还有你三兄也不知道去哪儿 他呀 要寻个僻静处 专心不挂 安丽 你帮忙回去吧 你帮忙回去吧 唉 你一直跟着将军练骑射呢 今日啊 是来比试的 不像某些人啊 某些人什么呀 某些人退金都不嫌丢人 他不就会去哪儿 你又会去哪儿 你是不是在那儿 我这儿干什么呢 你一定会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你不是说 你别想去哪儿 你别想到那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不到平素智德意满的成娘子 也有这低眉垂暮的一天 当初便与你讲了长门妇的故事 怎么你还不明白 无情无爱 方得自在 任人口中的白露山才子 如今也变成了长舍妇 袁山剑 我告诉你 今日我不想打理你 最好给我闭嘴 无情无爱 自以自在去吧 夫子 关于长门妇 我有见解 好 我知道了 袁山剑 公子 公子 诸位女娘 伤人物造 伤人物造 听闻有一条路 公子 不要急 不要急 慢点 慢点 不要急 这么短的距离你都能迷路 若是真的认不清路 听得远方的喧闹声 也能辨别啊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长这么大 我父母也说 我自小男养活 并不让我出门 你我有缘 你是我第一个朋友 这是孽缘 若不是你踢飞了我的挂 我怎能补出桃花扇 什么是桃花扇 慢点 慢点 我就不敢把看到了 放手 自己的男子 靓山密也认为是桃花扇 鳃空 就 preserved了 从第十尸 voy 只为した的 こちら是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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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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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吃吧 刚刚 走 驾 快停下 驾 你 半七七 小七 快停下 妈是要了 我也死 我们下来呀 驾 驾 驾 阿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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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哪儿了 你快起来 别动 不能砍 有什么不能砍的 车搜 我跟你说啊 我真伤着残着了 我养你一辈子 你 你不能砍 这种事我在军队里面建筑了 有什么不能砍的 都说不能看了 偏要看 这下 你真得对我负责一辈子 就在这儿了 今日多谢林将军又救了我一次 大恩大德不知何事能还 之前还是说 但林将军凯旋之时为你吹敌 眼下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陈娘子 当真不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吗 为何 林将军 这是我的御牌 上面还有我的乳名 弱弱 你这乳名真是有趣啊 什么弱弱 鸟鸟 不过是另一半女子不见了 那若另一半女子玉佩 被那两人捡了去 就可知偷听之人是你了 你说这一半玉佩 是交给他们好呢 还是交给我保管 我觉得 都不太好 还是留给我吧 不过就算没有玉佩 他们只需回迎清点人数 就可知偷听之人是谁了 那还莫想什么 赶紧在他们点清人数之前回去 友好 林将军 你的伤 还好有旧伤 上何体统 春夏时节 人心浮动 班侯费心准备了这许多热闹 那些公子女娘们都还年轻 亦是有些忘形 也能理解 怎么理解 那万家小女娘与阿玲 为了一些口舌之症 先些要了命 那臣家臭小子为此还尽些受伤 还有那些小女娘们 整天地追着原山间满山地跑 成何体统了 还有 朕已经听闻了 还有几个野鸳鸯已被查获 太过分了 朕来自屠高山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天下苍生来起伏的吗 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荒唐之急 不堪入目 是妾未曾管教好王陵 皇后何必事事都往自己身上来 依妾看 这本就不是什么大事 陛下年轻时为了见妾 不也爬过后院 还掉进水沟里吗 这些年轻的男男女女在一处 闹大些动静 有何奇怪 阿恒 你提那些青年往事 干什么 那陛下打算如何处置他们 那自然是要重罚 你说圣上若非怪我们啊 要不我跟圣上说一切都是我的错 跟你没关系 怎么遇我没关 若非我她起伏大点 受伤间歇 照头不响 圣上也不至于大反雷亭 那你也是为了救我呀 依我看 都怪那王陵才是 她就是因为妾妾怀恨在心 见不得我为娘娘出头 是 你注意点啊 你下面的口子越来越大 回去我帮你放放 圣角面前 你俩闭嘴 是 夫人不用太担心 宋儿也是为了救人才受伤的 圣上不会罚太狠的 我并非担心宋儿 将军今日可曾见着妞妞 圣上一会儿若是知道妞妞也未归 如何是好啊 对啊 娘娘呢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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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陵将军回来了 是和程家四娘子一起回来的 听闻程家四娘子今日悬崖遇险 陵将军冒死相救使得旧伤复发 那程家四娘子已然哭成泪人了 只说要给陵将军赔命呢 他又去救陈家小女娘了 好好好啊 自身现在 颇有一些 是当年的风范哪 陛下还没说呢 要如何罚他们 今日啊 本就是来起伏游玩的 少年郎嘛 青春年少 贪蛮好动 也是正常啊 再说了 朕年轻的时候 不也是 对吧 行啊 那些儿郎女娘的事 朕呢 就不再追究了 草成啊 走 与朕去看看此生 是 陛下 听慢点 爱卿 快起来 快起来 谢陛下 与你何干 这 不 真爱卿 请起 陛下 走 走 快跟真走 老实交代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险些掉下宣崖 林将军为救我 拉扯到旧伤复发 我心中很是过意不去 好了 好了 就这样就很好 一会儿见到圣上 你就这般再说一次 圣上 嗯 好 林将军 你好好生修养 我先走了 我为你而上 你就这般待我 陛下到 子盛啊 怎么就受伤了 太不小心了 臣 见过陛下 少生 见到陛下 还不快些行礼 好 陛下好 陛下 行礼前必须先成名 陛下 小女成绍上 不通礼数 还望陛下赎罪 真情为你 究竟为何此生会救伤复发 陈娘子骑马不慎落下山崖 陈正巧路过便把她救下 牵扯了肩上救伤 是为了救人哪 陈娘子 你之前见过此生 见过数次 所以不能置之不理 真是在问陈娘子哪 陈娘子 那你是在何处见过此生啊 这些话陛下问陈也可以 你别说话 朕问谁谁说 你谁说我 曾娘子 此生 乃古功众臣 古之童了 如今你害她受伤 也累了朕痛损一名爱将了 可知罪 陛下 臣女实属无心之失 还望陛下宽忧 若是早知陛下想吓死她 臣方才就不去救她 臣氏啊 此生乃国之动量 为求你家小女娘救生复发 她是你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哪 你可得记得这番恩情啊 要时时刻刻 感念 宝大 是是是 臣自当感恩 重些 办了 陈娘子也受了一些惊吓 你们妇女二人信心吞响吧 我和此生说几句话 是 受伤 你好好说 你跟着陈娘子 正巧路过 随手已久 不足挂齿 好好好 你说随手便随手 明日啊 你随朕回宫 让孙医官好好给你整治整治 谢陛下官爱 不过陈府上有最擅长制 跌打损伤的衣室 陈留在府中疗养即可 怎么 你的衣室 能比孙医官还厉害 想必是有人哪 想留在府上 等那个随手依旧的小女娘 方便上门探病吧 我怕圣上 你怕什么 我险些就没命了 你说我怕是不怕 你怎么又晕得灵不移 一道回来啊 我今日心里 我就 阿傅 若不是林将军救我 我真的就掉下悬崖了 阿傅你就再也见不到娘娘了 难道真的这般巧 你一遇险 她便能及时救你 世上之事 就是这么多巧合 就像阿傅娶了阿母 这也是个巧合 你若娶了葛叔母 身下的就是泱泱堂子 那也不是娘娘我 若你身下泱泱堂子 不讲话 我遇你阿母啊 我走了 我走了 难道真是我想多啊 自称啊 定是因为这陈家小娘子 才故意留在府中智商的 一展开来 这陈家小娘子很冰庸嘛 而且啊不懂李叔 你先去 歇会儿 这这这 这个果子怎么那么的苦涩呀 陛下 前些年朝中有大臣 送给子慎娇妻媒妾 陛下唯恐子慎将其纳取 不似霍兄长般高风清阳 愁得夜不能寐 何有此事 有啊 正是担心她贪图女色 品行有损 品行有损 有错吗 后来子慎将女子归还 终日不见女色 成日独来独往 陛下又担心子慎 着耳不群 将来必定截然一人 可有此事 有啊 正是怕她太过清心寡欲 有害身体健康 有错吗 后来听闻 子慎有心悦的女娘 陛下又和那女娘先行定了亲 可有此事 真是怕家偶难求 有错吗 如今这女娘退了清 陛下又嫌她 资质平庸 陛下整日为了子慎的事情 愁眉苦脸 且觉得只有这未熟的果子 才适合陛下 又酸又苦 向心了陛下的心 这心中的酸苦啊 有谁能知啊 子慎这孩子 从小就命苦 陛下 妾罚了 她的舅父他们获释一族 为了国家牺牲了一切 陛下妾罚了 现在满朝文武 是重 干什么 由满朝文武 何须妾于女子为陛下出谋划策 陛下既然有事 妾就不送了 你听朕说嘛 朕是想跟你聊一聊 朕没有别的意思 这 这 这 曹成 搜到山架 陛下到 沈安 在外不必多礼啊 朕此刻 心中 有些烦闷 向着皇后 替朕 思量思量 军国大事 妾岂敢智慧 陛下还是回去 与众大臣商议吧 也不是什么军国大事 坐 朕啊 是在愁紫胜的伤而已啊 所以想皇后 帮朕捋捋 伤病之事 妾不敢做主 还是回去 让孙医官先瞧瞧吧 其实也不是 是那么伤病之事 就刚才你也听到了 此生的伤 那是因为 陈家的那个小女羊 而受的 看来子慎心悦于她 子慎啊 年纪尚轻 她 她能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心悦呀 陛下所言甚是 子慎 悦人无数从不动心 可见 她也并非儿女情长之人 知道未必啊 又倒是 要挑淑女 君子好求 子慎 为什么不能求啊 陛下说得对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子慎爱慕家人 也是寻常事 也有些不寻常 她一定要回府上去养伤 早知如此 这又何必 刺她府邸呢 陛下言之有理 府中养伤 哪有宫中精细 不如 让她进宫来 进宫来 倘若到宫中来养伤 凡事都要拘着 会不会对她的伤愈 不太好吧 陛下思虑周全 且听凭陛下做主 您慢点 陛下您慢点 你来说 成家小娘子 可配得上咱家子慎啊 陛下 这世间的女配不配 这这得老天爷说了算 好快 那陛下何必启人忧天哪 嗯 打得好 哦 讨诚啊 你一个 顶他们俩 奴婢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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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万一老天瞎了眼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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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啥也不是 江君 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的呀 晃得我头都晕了 好 第几次了 什么第几次了 那个林不宜 第几次出手就鸟鸟了 对 好几次了 不行 我得再问问鸟鸟去 说去不必去问了 即便他们俩真的是有情意啊 我猜 鸟鸟也是嘴硬 不肯与我们说实话 怕就怕我与夫人担心的 都成了真的啊 夫人不知啊 昨日圣上 分明是站在林将军一边 还点醒我去道谢 念其恩德 不如 今日夫人陪鸟鸟去 去 切去算怎么回事啊 自然是将军去 此时不用你这个阿富 何时用 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真是不让人省心啊 真是不让人省心啊 就不让人家 啊 不然 此时 不让人家 也不让人家 没想到 你不让人家 不让人家 在很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 你 时尚的 阿宋还伤着 我去给他送点药 二兄翻身多有不便 我去帮 我去帮忙 嗯 嗯 快点 快点 站住 我还未云你们散 谁让你们走的 程颂不过是皮外伤 需要三个人去伺候吗 若是县编的借口 不如不说 好 既你们心思不在此 空留你们 倒显得不合时宜 散了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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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其他人可以走了 少商君 你留下 走啊 走 走 五字错三字 成寺娘子的造字能力 远某实在探服 竟然事多 没有时间练字 父子又不是不知道 少商君前脚与楼窑退亲 后脚 灵子圣便为你拉扯到旧伤复发 确实是事多啊 父子大可不必这么一样乖气的 有什么话 大可直说 我只想劝你 多学些做人道理 女子妄图利用婚姻来谋算自由之身 迟早悔之晚矣 你见识还浅 以为嫁人就可以逃离家族 便可从此无拘无束吗 殊不知不过是换个人来拘束你罢了 门阀世家大门好近吗 与楼家的举语 还没令你凡人醒悟吗 如此着急地接近零不宜 又是何必 谁拿回忆 牟子 谁可以接近零不宜了 任健 你有病吧 我招你惹你了 你为何总是将人想得如此不堪呢 我也没有 我只是不忍见你 因为读书太少 不知人心险恶 好心提醒你 离灵不宜远些吧 我都说过了 少商 我刚遇见阿富 他让我找你去临江军府 打谢救命之恩 我都说过了 你都说过了 父子 父子 读书是明理 听从父母吩咐 更是道理 我阿富让我去看望我的救命恩人 父子没有道理阻拦吧 陈娘子刚退亲 便好了伤疤忘了疼 希望将来莫要后悔才好 成娘子刚退亲 便好了伤疤忘了疼 希望将来莫要后悔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